动物农庄第十段 大小士都管,需要安静的休息 珠圈真的不太合适 拿破仑搬入瓊斯先生的房间 在厨房吃,在客厅休息 现在还睡上床 武马幸运草就找色字的白羊牟你 陪我去大谷仓,读给我听 动物七界是否写明不准睡床 谋理照读了 动物不可睡在有床单的床上 幸运草听了 我完全不记得了床单 既然是这样写,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主妻知道动物对这个有疑问 主动说 同志,你们是否想累死我们 不是,不可以休息 连工都做不到 你们是否想瓊斯先生回来 不是不是不是 我保证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不好意思 11月半夜,暴风雨吹到龙石的棚子摇摇摆摆摆 谷仓的几片瓦顶都被风吹走了 朝早上动物出来开工 纷纷发出绝望的惨叫 哎,风车塌了 拿破仑平静地视察之后就说 同志们 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个敌人半夜破坏风车? 是波波 同志们,不要拖延了 我们要重建风车 冬天雨天大雨天,我们都不要休息 我们要给那个叛徒一个教训 让他们知道 想要破坏我们的计划 没那么容易 记住 绝不放弃 立即开工 前进 风车满睡 动物龙庄满睡